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甲乙兩車 至於光滑平台上 分別施以水平外力F 這是F啦 跟那個產生加速度的關係是這個樣子 那麼第一小題 他是問說 兩物體的質量大小分別為何 我們曉得說這個F 是等於MA 好,那我現在固定力量 固定力量的時候 乙的加速度是2 甲的加速度5 代表甲的話 同樣施力的話 加速度比較大的 代表他比較輕 所以甲的質量比較小 乙的質量比較大 所以質量大小的話是甲 小為乙 好,那我們看第二小題 他說 如果將甲乙兩物體綁在一起的話 那圖形會在哪一區啊 你如果甲乙綁在一起的時候的話 質量變大 這樣變大的話 它交互度更小 因為你那個力量固定 所以的話 它那個交互度的話 都會比這兩個還要小 所以呢 是在這一區啊 這個如果是A區嘛 這是B區嘛 這是C區嘛 會落在C區 所以呢 這一體是C 讓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是說 加一條物體的質量比是多少 讓我們曉得這個 力量固定嘛 我們就看這個嘛 力量固定的話 那麼它的質量呢 就跟交互度乘環比 也就是說 這個是 M甲 它是什麼呢 質量比 M甲的話 比上M1 等於這個是A1 比上A甲 那A2的話多少呢 A2的話是2 A甲是5 說2比5 我們看呢 第三 第四小題 它說呢 將甲的兩物體綁在一起 用70牛頓的力 那麼它的交互度多少 這M 等於70 那我們現在要把綁在一起 它的質量是多少 我們先看那個甲的質量 M是50嘛 F 等於MA 這M甲 乘以A A甲的話是5 所以M甲呢 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10 那M1呢 就是50 等於這個M1 乘以2 我交出2 所以我就曉得 M2等於多少呢 等於25 好 那我兩個把它加起來的話 這個總值量多少呢 總值量就是35 那你推力70嘛 70 等於30呢 乘以35 啊 乘以交度A嘛 所以這A的話 等於多少呢 35分之70 等於2公尺的每秒每秒